大家好 欢迎来到沃尔森传媒的怪论奇谈节目 请大家订阅点赞评论 支持我们的频道发展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预言 主要来解析一下 这个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 这个在4月21日发布的这个所谓预言 因为说你不是一直质疑 这个阿比亚阿南德的预言吗 怎么还总是关注他的预言呢 我想说的是 咱不关注人家 怎么能质疑人家呢 对不对 只有关注了和了解了 分析了 查阅资料了 咱说咱才有资格来做一些质疑 对不对 你不能拿空后白牙个的质疑 对吧 这个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 咱说在4月21日发了这个新节目 他介绍了有关4月28日将出现的 土星从摩羯座到水瓶座 这个星象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其中一点还有所争议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来仔细的研究 咱说阿南德去年的时候就曾经说过 按照印度星象学当前的星象叫做 Kalasapa Yoga 这个所谓的Kalasapa Yoga 这个聚合开始之后 全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灾祸 之后阿比亚阿南德在这期节目上就说了 这个灾祸包括目前出现的一些经济下行 股票下行 包括俄乌战争 经济动荡 以及未来将出现的粮食危机 反正总之在这个星象之下 这个就是民不聊生这么个情况 这是他的一些描述 至于到底这个情况如何 咱说确实不太稳定 但是目前还体现不出 咱说有特别差的情况 但其中有一点除外 那就是俄乌战争除外 在我看来战争是对百姓伤害最大的 这么个情况 直接会造成大量的人民伤亡 咱说百姓流离失所 把这个归结到卡拉萨帕瑜伽的星象造成的 其实咱说也不无道理 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预言就是这样界定事物 另外俄乌战争确实有一点诡异的地方 咱说跟预言咱说有一点点切合 俄乌战争爆发的非常突然 升级的也非常突然 虽然之前早就已经有预兆了 但是确实打的还是咱说非常突然 这个战争过程确实也是出现了很多反转的情况 这个我们频道就不多说了 因为跟我们的主题不相符合 总之我觉得这个战兴学现象和时事 算是咱说契合上了 这个其实应该说给印度神通加一些分 那么什么是卡拉萨帕瑜伽呢 这个我查了一下 在维基版格当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名词解释 但是一些战兴学的博客上 包括一些专业的网站上 提到了印度的战兴学中的 卡拉萨帕Yoga 它是印度战兴学出现的一种星象 咱说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太阳系当中太阳月亮水星金星木星土星 这些星体在罗侯星和基督星中间的这种情况 它夹在它们中间 在印度战兴学当中出现这种星象 就意味着将出现不祥的情况 这个和阿贝亚南德说的就是一样的 其实不管有没有卡拉萨帕瑜伽 这种星象的影响 疫情已经影响了 咱说这个世界 咱说三年时间了 在2019年 世界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乱局 当时很多人都说 大家不要着急 因为在未来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会出现不好的情况 到时候人们就会发现 这个2019年将是最好的一年了 也是最值得怀念的一年 咱说这种预言听起来就是十分的可怕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三年过去 确实2019年是属于最好的一年 疫情带来的动荡一直在持续 咱说最近疫情的大事件 就是上海封城 上海封城造成了大规模的刺身伤害 让人对于疫情的未来非常悲观 就算是国外的躺平政策 也改变了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再加上由于疫情期间大撒币 造成的大通胀的来临 多多少少的让人们的生活 目前感到有些许局促 这是国外的一些情况 而关于21日 这个印度神童阿比阿南德的节目 他是首先讲了一下 自己在2月24日 没有预测准确的预言 当时他说 3月16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 之后将出现所谓经济衰退的情况 但是这个情况确实 在3月16日没有出现这种 情况非常明显 他说这种是由于 没有考虑到土星强大的影响力 咱说以及中国政府的救世行为 让牛市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就是印度神童 他的所谓的预言特点 我们一直也诟病了 他可以随时随地的 改变自己对于之前的预测 之前的预言 对于经济上涨势跌的情况 他就是总变 咱说这种预测 一般概率就是涨或者跌 都是50%的准确率 按照情况来说 只要懂得一点经济运行的规律 都能给出相对准确的经济的一些预测 这个有没有这个占星学 我觉得也是不太不太 怎么说 在这个经济预测上没有什么太大效果 我之后可能要做一期节目 是有关印度神童 没有预测准确的预言 之前我们做过预言打脸的一期节目 这是光明会的卡牌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 我们以后再做一下类似的节目 看看什么是真预言 什么是假预言 我们接着往后看 在之后的节目当中 阿比亚南德强调了土星将从土星的摩羯座 进入这个风暑性的水平座 就是4月28号的情况 这就会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地上能源的利用 他认为地下能源就是石油 将会出现问题 而人们会更加的利用所谓的太阳能 来进行人们的生活能源的取用 我这一边就认为 这个所谓清洁能源的发展 虽然是一路有所曲折 但是确实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 一种发展的趋势 咱说清洁能源它比较便宜 产生的温室气体也没有多少 它确实是有一些优势 但是石油资源石油能源被削弱 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了解的朋友可以知道 石油产业并非只是能源产业这一点 它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体系 包括很多化工的产业 都是须依赖于石油的 而且太阳能 太阳能也有自身的问题 它是发展在其初级阶段 其不稳定性和低效性 注定其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 它是不可能取代 所谓的化石能源产生能量 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朝一日 咱说石油很可能会被取代 但是我这边觉得 咱说稳定的核能和量子技术的发展 才可以咱说取代石油能源 因为它产生了一个类似太阳原理的 这么一个新能源的这种设备 能有效的输出高能量 这个才是人们未来 就是为能源取代的 发展的路数 在说完石油危机之后 阿比亚又说了一个 就是中文世界最关注的问题了 这也是我今天找出来 他这个视频研究 这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他提到了 他说印度东北方的大国 将出现问题 咱说也就是中国 这个阿南德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 再加上中国管控措施 很大程度的 就会破坏了一些城市的经济 他还提到了上海 这是最大的一个封城 就在上海 他提到了上海 对于新冠疫情 咱说印度神通阿比亚阿南德 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我们之前已经反复强调过了 说过很多次 首先他是不赞成 咱说用疫苗来防御疫情的 他是不赞成这个的 其次他是不赞成封闭管理的 他说这个疫情应该通过 人们的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再加上亲近大自然 这种情况来进行缓解 这是他的一些理论 就是通过自然情况来缓解 所以中国目前的措施 正好和他对于疫情的理念 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 包括疫苗以及封城 他当然不会同意了 对于未来 他就含糊其词的说了 他就说了 5月份中国经济可能出现重大的问题 显然 印度神童阿南德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了解的不算太多 当然我们也不敢说经济问题 但是据我所知 中国目前已经推出了两种方案 来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 首先他是推出了大基建 其次是放松了科技公司的所谓监管 其实本轮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造成 包括疫情封城 以及对科技公司的打击 包括一系列的打击 至于这个时候 做出这样的政策转变 会不会马上起效 会不会起到 咱说反作用 例如增大房地产泡沫之类的 这种情况 这个又与我们频道调性不符合了 我们就不详假阐述了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搞经济类的频道 有很多经济类的频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只能从未来的变化来看 这个情况 此外阿南德还提出了 有关一年半的经济扭转周期的预言 看起来没什么新鲜的 但是阿比亚阿南德 也是给全球经济 在这里指点了江山 他这个所谓的预言 其实我觉得他更像是预测 就预测一下未来一年半的情况 而且一年半也比较近 他认为未来在一年半之内 经济暴漠会破裂 我们知道从上次次贷危机开始 全球经济在互联网经济和科技的攀升当中 遇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十年 这个黄金十年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后就结束 但是十年积累下来的经济泡沫 目前来说也是比较严重 是微如雷卵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 出现经济泡沫的破裂的情况 咱说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这次与上次次贷危机相比 相信其强度可能不会有那么大 而在中国 咱提一下中国这个问题 出现大的泡沫 其实我觉得是在房地产市场上 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人可能知道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这段时间是出现连连爆雷的情况 人们对于该市场的未来预期被严重减弱了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发展的一个原因 在说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周边 这个房价出现了腰斩的情况 腰斩情况频发 二线城市出现了一些保一手房 放弃二手房的一种情况 而所谓三线城市以下 则出现了 就是说房价赫岗化这么一些趋势 就越来越便宜 上一期我们讲奢刀人预言 最多的预测 也是说这个房价上 很多人预测 说这房价将变成白菜价 咱说这个泡沫 是不是能够从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炸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咱们只能拭目以待观察这个问题 好 本期咱们这个怪论奇谈 就和大家探讨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